日元匯率怎么走 每日利差的变化就是关键的因素了 美国联准会在9月份才一口气降息两码 虽然联准会主席鲍尔在这一周暗示 接下来不会急着降息 但是市场预期 美国在11月份会再次降息两码的几率 其实仍然接近了四成 而就业市场降温的速度就会决定 联准会接下来的降息脚步 究竟是快还是慢 美国在星期五要发布 9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分析师平均预估就业人数会新增14.4万人 会创下四个月来的最高 而7月的新增就业人数 被大幅的下修到8.9万人 8月份的数据又远远低于预期 那对照之下 其实分析师对于9月份的预估还不错 同时9月份的失业率 我们看到黄色这条线 预估会持平在4.2% 就业市场保持稳定成长 失业率不上升就表示 联准会它没有快速降息的迫切动机 而且经济学家就指出了 假如9月份的就业成长远远超出这个预期的话 那有可能会让市场重新开始讨论 美国的经济是不是会继续不着陆 将会让联准会的降息展望 更加难以预测 而最近在中国有关烂尾娃的讨论非常的多 但是在美国的社会没有工作 也不上学还赖在家里跟爸妈同住的年轻男性 似乎也就越来越多了 在今年8月份呢 美国25岁到34岁男性的劳动参与率 大约是89% 我们看到蓝色这条线 虽然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准 但是没有扭转这个年龄段的男性 劳动参与率持续下滑的长期趋势 这就代表跟20年前相比呢 年轻男性有工作或有意愿找工作的人数 至少减少了70万人 相信之下 美国的年轻女性过去10年来的劳动参与率 至少上升了6个百分点 而今年8月份的最新数据呢 已经接近了79% 反映现在在美国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女性 比历史上任何的时候都要来得多 而男性跟女性在劳动参与率的此消彼长 这背后的原因 除了两性的教育跟就业机会变得更加平等 制造业这些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产业 逐渐的没落其实也有关系 而且其实在西方社会 一向都有成年之后要离家生活的传统 代表自己转大人独立了 但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就显示 25岁到34岁的年轻世代 还在跟爸妈同住的比率呢 男性是19.7% 那女性呢是12.3%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美国每五个年轻男性就有将近一个 还住在家里面 虽然近年来房价高涨 还有疫情期间租屋成本飙升 可能都让年轻人越来越难搬出去自己住 但是观众朋友还记得刚刚的劳动参与率吗 这个年龄段的男性 不但越来越多人住在家里 对就业市场的参与还下滑了 所以这就让一些经济学家忧心忡忡 担心年轻的男性不升学不就业 生活失去目标的人数就越来越多 使得美国经济的未来也被影响到了 统计数据就显示 美国18岁到30岁的男性 每天在睡觉以外 独处的时间长达了6.6个钟头 比起同年龄层的女性多出了22% 那么研究人员就很担心 这些年轻的男性变得越来越孤独 人际社交网络也越来越狭窄 不但会导致心理健康的状况恶化 也会让他们越来越缺乏 正常就业的社会资本跟技能 会成为美国社会隐性的不稳定因素